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是成长于六零年代 所流行的大概都是宣教 商业这种的影片 所以我们就觉得有一招我们自己去学电影 我们要去追求我们的电影梦 希望用电影表达一下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大量吸收这些西方的电影支持 学习的经验带回到台湾 服务我们自己的地方 这是我们当时的一种梦想 因缘际会我就进了国家电影资料馆担任馆长 从那一天开始1989年3月份开始 我到今天没出来过 那个时候是义无反顾 是看见大家都在丢影片 电影公司纷纷在丢弃影片 我们认为我们不能消极地去看这些事情发生 用尽我所有的力气是在抢救 而不是在研究 我没有地方放骗子 把我们的办公室从地板堆到天花板全是胶片 电影公司歇业的电影公司 在他们废弃的仓库 在他们顶楼的阁楼里头 网个柳个游台湾 就是在士林的台联的公司的顶楼里头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2013年 南一大的团队找到了薛平贵与王宝川 写的不再是薛平贵与王宝川 它上面写的是预保健 因为以额传额 哪一天谁个比误 回来我们在我们的flat bag 就是我们的剪接房里头 打开打开 我们都鸡皮疙瘩都出来了 不会吧 不会吧 Bingo 王宝川 到2012之后 我们才有进入了数位修复 庞大的片库当中 我们经过我们专业的判断 我们可能要挑选哪几步 来作为进行修复 文化 历史 乃至于哲学性思考的一个因素 为什么 因为你在重新定义历史 你要随时训练自己 要要求自己 要把自己的格局拉高 你是一个历史的守护人 你要保持历史文献的完整跟安全 这些东西才是我们谈数位修复 要鼓励我们的学生 鼓励我们年轻人去思考的问题 它不只是单纯的一个技术问题 它是一个哲学性的问题 没有档案就没有历史 就是拍新的影片很重要 在这个历史 社会变迁过程当中 遗失的这些影片 你要去设法把它找回来 一样的重要 这两个工作是并行不备的 这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